今天我將會夢想雙眼 奔賞香港的獅子山 但這不是一個挑戰 而是一個切身處地 全方位真實的體驗 你知不知道 全球有4300萬人失明 他們沒有辦法 見到這個世界的美好 同時也面對著 日常生活的種種障礙 對於我們來說 繞上一座山 只是一種體力的考驗 但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一種心力膠質的事 真厲害 好像你每一步都不知道自己行什麼 在即將進行的三個小時行山行程中 你們會明白 你們可以做到更多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鎮樂宜 她是肯爺 我們現在已經在樂庫站 而今天的領航員就是她 當然我也要找一個 我真的相信她 我們倆也曾經帶過視像人士行山的經驗 今天我們去行山的地點就是 獅子沙 出發前有什麼感想想說 一點都不擔心 以你下山這麼多經驗 但我今天是會蒙著眼睛 今天我在你旁邊 你信不信我 今次的體驗是響應了 奧比斯盲合行2022年的慈善活動 全世界的失明個案 其實有77%是可以獲得治療的 現在就等大家去幫助 大家不需要像我這樣蒙著眼 只需要在以下的連結報名參加 參加者只要下載大會紀錄的APP 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挑戰三條不同難度的香港路線 包括40公里、100公里和160公里 將運動理數轉化為善款 暫至還有機會贏取百萬理數 現在你的參加就可以幫助一些失明人士重建光明 大家快點去資料欄上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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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知道你現在踩著什麼地方 當然不知道了 你是不是在玩我 你不知道 感覺一下你的雙腳 踩著黃色的 你就不會真的躲在哪裏 旁邊有些冷降的 你就不會真的走錯了 我們由樂庫站出發 要經過很多個屋邨 在城市中穿梭 一切會不會真的那麼順利呢 過了過了過了 剛才好像有人撞到我 是嗎 他撞到你一下 是啊 我們過了好像快結束了 硬單是嗎 要不要走快點 不用不用不用 快到了 剛剛過了 是誰人來的 他應該不小心 最初是城市有點不適應 因為覺得好像 那些人好像快來撞過來 而且覺得前面會有黑色影 就是那條柱子會撞過去的感覺 哎 沒事沒事 誰來的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不用怕 抱歉 抱歉 整個街道的規劃 你知道香港的 真的串金尺圖 旁邊你可能走多一步 就已經是在香港 一小步已經是大馬路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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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不要動 在城市中已經不斷發生碰撞 我已經心有如貴了 等著還要應付樓梯級 究竟怎麼辦呢 上樓梯了 準備上樓梯了 你要早一點 你提醒我 這就是我們領航員的默契 平時你沒有蓋著眼睛等你 是很生氣的 你最生氣的 一之前飆了上前 你都不等我 你飆上前 然後我要考著追你 23、24米 你現在不行了 你現在要跟著我 要整理 到啦 開始上山了 正式上了 耶 你上山了 上 上 上 停路 上停 上上上 上 你摸摸右邊的冷光 我摸到了 你摸上右手 扶冷光 左手扶 如果可以扶冷光 我就會感覺到要轉彎了 對 向前 走到少許轉彎 是冷光來的 有個冷光 為什麼要把冷光 要換來換去呢 因為它可能是衣生而變的 右邊有個渠位 你要遮住渠 哦 它就要右左右右 左左右 不切小路 是小路來的 你平時怎麼走 平時切小路 走到最正規的條 樓梯 樓梯 走到200個 你數處有多少級 下面有多少級 哦 等一下 真的要400多米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這麼準確 好準確 很準確 為什麼 但實際上是在一個涼亭旁 是嗎 沒有偏差到一米都沒有 好 我純粹覺得你喘氣在頭上 這個我陰涼一點 看得多 你看得多 好可愛 哎呀 我記得我感覺到鼻子 好可愛 好可愛 好 我們要走了 拜拜 加油 籃籃籃籃籃 平時籃籃 這個你應該撞不到 是個個 我不覺得你會撞到 你看你不會撞到 什麼 樹 有棵樹 好 停下準備籃籃 不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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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掌握到節奏 我以為你拉了它會知道 我以為會知道 我以為會知道 Karen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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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被隔壁的風巢吸引了 轉手一下 抱 加油努力 OK 再打鼓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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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音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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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回歸停了 是呀 是不是有些自己在播音樂 不是自己在播音樂 不是自己在播音樂 翻牌 很接近我 沒有在這裡 沒有 有沒有分別 唉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真的 我覺得比失明更可怕的失憶 你失明 但你還記得對方 你還知道對方在隔壁 但如果你失憶的話 是雙方都很痛苦 是呀 明天我拿完 是呀 現在你有個普通 可以做幾下 你可以做到五下的話 我們全世界一起拍照 耶 不可能做到五下 以前的 以前是十下 一下 哎呀 收我肥了 是 真的犯不了你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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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肥肥了 這個是石級來的 不是不是 停 一條木條還是木 是木板 很粗的 魚木條 我覺得這些好閒一點 對於我現在這個狀態 你這段當然是 你都沒去到最後急升 不要看 啊 啊 啊 怎麼這樣 沒事沒事很差 為什麼 你把我衝 好啊 但我已經踩空了一腳 哎哎哎 調整一下 大級在拉馬 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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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哎哎哎 救命啊 你絕話要告訴我 他這裡是瘋狂的 抽名山蜜蛛 為什麼跟我那麼遠 我過不了 沒事吧 為什麼好像 好像很笨重 你看到只是跌 那我飛到過去 沒事 很溫暖 你猜一下為什麼 遲一下看片 遲一下 我們要的是默契 什麼 我已經不太急 好聽你說的 兄弟 我們這段路 它是彎彎曲曲的 好像蛇型 像大帽山那些 是 哎哎哎 真的要停了 停了 停了 雖然登頂的天梯路段 經歷了很多次踩空跌倒的情況 但我們不斷調整自己 總算重新掌握節奏 但正當我們以為 往後的路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的時候 原來我們真的輕視 我覺得應該是兩個石頭中間的路 有沒有印象有這樣的路 沒有 有這麼崎嶇的路嗎 再上 現在我們去到哪裡 現在我們上到頂了 接近 我不是跟你說一個風景石 你猜一下 我曾經在梯梯山 我記得 有一個很平的 我記得我們坐在那裡 但那裡還有一段距離 才到達 對 很開揚 那我們現在站在這裡幹什麼 你叫我不要動我 因為你前方是沿路 那你為什麼帶我站在沿路 那你為什麼帶我站在沿路 因為往後的路越來越窄 增加了我們的難度 以為慢慢走就不會有事 誰知道 就發生了這件事 那我簡直是連牙都撞了 下雪之後 除了頭痛 覺得非常暈之外 我開始每走每一步 都覺得很不安 明明只是一級樓梯而已 但我每走一步 都更加慢 而且更加害怕 糟了 真的很暈 真的 原地 轉 你說想… 究竟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在轉上山頂 但這裡的沿路很小 很差 我們過了林路沒有 一向前 我們過了 沒多久 應該是 這麼難 只要再走 這隻腳 看一看 黏板 感覺一看 一小卡 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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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crossed began 慢慢看 別人說 對 感覺到後來 否則會撞到,腳一定會撞到 慢慢感覺到方向 大腦一級 少許 大腦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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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向,大腦一級 再大腦一級 這次靠你右 你負責了 為何轉了這麼久? 這段路好像很痛苦 這段路真的很激烈 大腦一級 大腦一級 我真的覺得很痛苦 你右腳 你要停下來,讓我趕緊整個環境 右邊的石頭 你大概猜到那一級 接著下一個步驟,你有什麼要注意 你才可以做這個動作 壓低一點,感覺到 上去,到最後的石頭 真是石頭 我們上了平台位 我們上了最艱難的平台 你左手維持負責最難高 現在我們上了最後一段 真是攀一段 平日我們很容易 2、3、5、20 但是 現在真的看不到 沒辦法 那你手腳位 我就慢慢指給你 OK的 自從撞傷之後 你每下部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好像完全沒有安全感 手腳位 受傷跌到爛臉 站起來 你幫我 你坐一下 這個方法就是你 保持左手 高一點 摸出來 右腳 高一點 慢慢 你不要急著要上下級 左腳和右腳平快一點 慢慢上來就平快一點 OK 你最好設備的左腳 因為那些級靠右腳 右腳垂直向上升 抱得多大 也挺大 跳上來 對了 對了 OK了 等我一陣了 等我一陣了 最後了 欸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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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背上一下 我走了 再抱一小步 一小步 再向上下這步 算了 結束了 結束了 為什麼這裡這麼沒有東西 旁邊完全沒有 因為你真的已經去了山頂 隨時準備好了 就 除了你的眼罩 好害怕 我現在完成了 這個位置很穩固 你可能真的陷了很久 我們全部都在你旁邊 保住你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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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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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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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頂了 給你一個3D畫面 告訴你 腦海 其實實際是怎樣 可能只有一個人的身位 可以過到 但你可能動多一點 你又踩到石頭 都 你可能再難過 那邊的身位 好可怕 今天我們已經完成了整個體驗 登上了獅子山的山頂 我們最後用了三個半小時 有下午2點 走到現在差不多接近6點 正常人 應該兩個小時 就可以來回 我現在很頭痛 剛剛撞到那棵樹 我不知道大家其實 明不明白 為什麼 就快登頂的時候 我的情緒波動不會那麼大 一開始 整個行山的過程 其實我也蠻開心的 因為真的 壓痕一直附著我 大家互相有個信任 有個默契 大家笑笑 逐步逐步走 以為大家都已經掌握到 但是有一個位置 就是離開了回歸庭 然後 我就不小心 是很大力地撞到棵樹木 那個衝擊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否蒙著眼睛的關係 是覺得好像腦子震動到 爬牙都在動 然後撞完之後 整個樣子都好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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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楚其實也不是主要令我崩潰的原因 而是當你看不到東西的時候 一次的受傷害 是會令你往後走每一段路 都增加了你的不信任和不安感 本身都沒有那麼嚴重的走樓梯 但是撞完之後 我覺得走每一步 我好像兩邊都是懸崖 我走每一步都是站不穩 我走每一步都有可能受傷的感覺 那種感覺是 我不能夠想像 真的長期看不到東西的人 他們在城市中生活 他們的不安感 其實是否持續地跟著他們一輩子 現在看著下面這個城市景 都沒有我幾十萬次 但這次的感覺是 可以有幸看到這個城市景 看到這個世界的景象 並不是一件變現的事 有些生命人士 他們天生已經是這樣 遭遇了這個不幸 但有些生命人士 其實他們是在等待 一個被救援的機會 這次純粹是我個人的體驗 大家如果參加奧比斯這次活動 是不需要蒙著眼去做的 但希望這次我這個體驗 我這條片 亦都會令你感受到 一切的不容易 那到最後 這次奧比斯其實都很好 他們每一年都有搞這個活動 這次也有提供一些免費參與的名額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的話 可以用我的標誌 我可以搶先去拿到這些免費的位置 但數量有限就先到才行 我相信大家都不是為了參加活動和贏獎項 我才想去幫人 那好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鈴鈴 或者按LIKE 我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